中国这款作战飞机来头不凡,携带神秘设备守将永兴岛,看老外评论。 图片来源 at 空军发布 近日,中国空军发布通过微博平台发布了一组中国战神在永兴岛首相的视频和酷炫图片,据官方媒体原理美媒报道称,这次最新改进行的轰富6K战略轰炸机,将装备弹有核战斗部的空射弹道导弹。 此外官媒披露出这次执行任务的部队具有不凡的来历。 中国轰富6K载弹起降瞬间引爆了国内外的舆论中心,此番信身长星岛又有核心采荡呢? 图片来源 at 空军发布 据介绍,轰富6K是中国60年代在苏联的授权下隐性的图附16远程战略轰炸机,是中国打造三位一体战略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持续性的现代化暴改,通过系列化发展,其家族庞大的体系在中国空军内显有对手,可执行战略轰炸,侦查,反舰,加油。 巡逻,巡逻反舰等多样化任务,在轰富20结过重弹之前,这款战机将承担中国远轰的核心力量。 相比中国人工建造的岛礁,这次战神轰富6K为何选择临性永兴岛呢? 除了锤炼过硬的全方位打击能力,实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目标,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表示,永兴岛机场经过长期经营,相应的设施相对比较完善,其三千米长的跑道完全具备大型战机起降的条件,从各方面都有利于轰富6K军炼科目的进行。 机内画面,图片来源Ads空军发布 从官方发布的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出,功夫6K这回又扮演了一次老瓶装新酒的戏码,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有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 其画风很不淡定,据中国这次守将永兴岛的轰富6K战机可携带具备和能力的CH-CS-X13弹道导弹,该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射程可达到三千公里,加上三千五百公里的作战半径,更重要的是该战机还具备空对空加油能力, 也就是说空复6K的附带能力可达到一万公里,触角可轻松升到全球任意一个角落。 此外,据央视披露,空复6K在导交起降训练期间携带了一个神秘吊舱,据此前空军发布表示, 从红剑赴-2017演习中的图片外形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干扰吊舱,主要用于提高空复6K的抗干扰性,从而增强突防能力,给抵制命一击。 图片来源Ads空军发布 据外国网友表示,这款战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过时的朗红产品,和美国比还是个孩子。 而有网友回应道,其他的暂且不说,这款战机能做到守卫中国的领土就够了,不,是每一寸领土,包括领海、江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